总统蔡英文28日上午前往限定古蹟 彰化开化寺 参香祈福 县长王惠美陪同 祈求开化寺主寺 臣民观世音菩萨 庇佑国泰民安 风调雨顺 王县长也把握机会 向蔡总统争取彰化三项重大建设 我还是拜托总统 有关于我们铁路高架化 以及绿线捷运 还有我们二林中科的一个部分 也拜托总统在中央能多跟我们关照 那特别总统有特别讲到 有关于长照的部分 那希望新政府这边能够多加琢磨 那我也利用机会跟总统报告 我们在过去一年多了一百多个长照点 而且我们不是只有把日照中心放在一起 我们甚至把社会福利的社会安全网的部分 也一并整合在我们的所谓的社福大楼里面 那总统听了他也一直在占学这样 那有关于建设的部分就是拜托总统他们来多帮我们关照一下 彰化的这边的一个建设 准备好了 这是我最后一包买快来 谢谢 谢谢 蔡总统与王县长随后前往成林路商圈 在武进大叔卖泡芙店 以及肯纳尔烘培坊使用三倍券 消费做爱心 也买了隔壁的糯米炸 并享用知名的阿张肉圆 王县长欢迎全国乡亲跟随蔡总统脚步来彰化消费 也希望彰化在地商家们 大家一起拼经济 让业绩蒸蒸日上 公益频道许维珍 林义俊 彰化采访报导